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A是這個向量 B是這個向量 如果兩向量的夾角45度求一個值 那我們就用A增的B A增的B是6加X 等於A的大小是√10 乘以B的大小是√2的4 乘以cos這兩個向量的夾角 cos45度是跟它2分之1 我把它乘過來 然後平方就2倍的X 加6的平方 等於10倍的X平方加4 25的10 然後這展開以後 這是X平方加12X 加上36 所以就想著 5X平方-X平方是4X平方 12X平方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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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平 這個可以教它相乘 1 1 4 1 這是負的證 所以X等於4 或者負的1 那我們來檢查一下 這個合不合 如果這個是4的話 A到的B大於0 所以這個角度的話 小於90 這是對的 因為它都滿足 這個 這4是可以的 那負1可不可以 負1代進的話也是可以的 負1代進去的話 6 6-15也是大一點 所以的話 這個角度也是在第一向線 也會等於45度 所以這兩個都可以 所以答案是4 或者是負1